红金宝在电影中用的可都是封禁武学黑龙十八手 全名黑龙江武警擒拿十八手 它是黑龙江武警总队经过多年的经验和实战 总结出的一套克敌制胜的拳术 黑龙十八手于1981年创作 1983年推广 后因为其招式过于阴险 被部队禁止学习 这是一套力量型的搏击拳法 最重要的基础功力是臂力万力和指力 黑龙十八手的一个招式至少有三种变招 下手就是快脏狠 讲究的就是一招制敌 本套拳法属于高强度硬攻击性 搏命式拳法 练攻时心态阴狠 下手毒烂 以走火入魔情志失控 在我的特工爷爷中 红金宝饰演的丁虎就是用的这套拳术 丁虎是一个退休的军官 他功夫了得 获得过很多的荣誉 深受大家的尊敬 然而在一次郊游中丁虎将自己的小外甥女给弄丢了 女儿因此十分记恨他 丁虎也无法原谅自己 离开北京 搬回了老家隋镇 独自生活 隋镇是中俄交界处的一所小镇 这天丁虎被检测出来自己得了老年痴呆症 医生让他准备一个录音机 然而现在这个年代 商店哪里还有录音机 他只好拿了一支录音笔 丁虎的邻居是由华仔扮演的李正久 李正久是一个小混混 常年混在赌场 所以他的女儿十分讨厌他 经常跑去老丁家吃饭 李正久这天又借赌场的钱去赌 最后输个金光 还和别人打了起来 赌场的人带着他去见老板崔宗献 崔宗献是国际犯罪集团的黑帮老大 为人心狠手辣 李正久根本没钱还他 崔宗献愿意给他一条活路 李正久有个堂兄在洪庆酒店当厨子 俄罗斯黑手党会住在那里一段时间 崔宗献让李正久去把一个皮包偷来 李正久买同堂哥进到了房间 黑手党老大正在洗澡 皮包旁边只有他的女伴 李正久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拉开看了一下 果然是珠宝 就在李正久要离开的时候 女伴放了一个屁 将黑手党老大给引了过来 幸亏李正久还有点功夫 硬是从窗户给逃走了 下面有崔宗献的人接应 成功离开这里 然而崔宗献出尔反尔 不给他一笔勾销 只是推迟一个星期 李正久怒了 一脚将他给踢下了车 李正久不在的这段时间 都是丁虎在照顾李正久的女儿小春花 他们每天都会去河边钓鱼 街外的三个老头会常常调侃两人 这三个大佬想必大家很熟悉吧 他们可是新议程的元老人物 有着许多经典的作品 李正久跑了 这可气坏了崔宗献 他让手下去李正久的舰里搜查 崔宗献得知了李正久有个女儿 就想抓住女儿去要挟李正久 小春花躲进了丁虎的家中 看到小春花有危险 丁虎本能的要救人 他捂住对方的手腕 一招分金错骨手直接给扭断 接着一掌将其拍飞 另一人抽刀上前 丁虎侧身躲过 他找到机会抓住对方的手 用出黑龙十八手第九式截肘扣带 将敌人给废掉 邻居听到动静后赶紧报警 黑帮的打手这才离开 手下没有完成任务 崔宗献对着他们猛抽嘴巴子 一个老东西都打不过 要你们有什么用 崔宗献让两人滚回乡下 别被警察给发现了 警方为了保护小春花 让他回到舅妈家住 老丁又成了孤寡老人 小春花比较皮 舅妈不想管这个托油瓶 闹到了村委会 小春花也不想在这里受欺负 表示老丁可以照顾他 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 这天晚上 李正九来到了丁虎的家中 他把女儿托付给了丁虎 他要出去躲一躲 然而黑帮一直在这里盯梢 李正九一出门 就被崔宗献他们给围了上来 对方人太多 李正九最后死在了他们手里 小春花也不见了 丁虎没有选择忍气吞声 他拿出曾经的军衣 不能让曾经的过错 再成为遗憾 电影的剧情其实一般 最精彩的就是后面的打戏了 丁虎独自前往给黑老大要人 黑老大看他只是一个老头 数三下让他滚 不然就要他的命 丁虎直接给了他三个大嘴巴子 这可靠的力道将他扇飞树米 老大大怒抽出匕首杀向丁虎 丁虎侧身躲过 将手臂压下对着他的脸部来了重重一击 接着一个大蝉将其放倒 大蝉指的就是擒拿手中残忌 就是左手压住对手右臂后 绕住对手后背折腰 擒拿属于中国武术技法之一 源于忌击 擒拿是从分筋错骨手中演变而来 少林武术中很早就有一种叫做蝉丝擒拿手的功夫 有72路擒拿手和32路小擒拿 以及108路擒拿手 其体系中都包括踢当撇臂 跨栏 鞋腕 小蝉 大蝉 端灯 牵羊 盘腿 卷腕 断臂等等 由于擒拿实战性强 被融入军警格斗体系 老大一看是个硬茬子 就让手下上去帮忙 老大还有作用 这些打手不需要 所以丁虎出手就是狠招 擒拿擒周法 直接让其骨折 面对另一人 就是截肘扣带 将其重创 这里大家就明白了 秦拿是利用人体关节 穴位和要害部位的弱点 运用杠杆原理 与经络学说 采用反关节动作 和集中力量攻击对方薄弱之处 使其产生生理上 无法抗拒的疼痛反应 达到拿其一触而勤之的效果 丁虎是多年的特工 这些打手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黑老大手下有一大将 双刀刺客 现实中是刘德华的替身 双刀刺客一出手就来个帅的 大家慢放仔细看 他是甩了两圈之后才刺了下去 丁虎没注意中了一刀 刺客乘胜追击 背后还有打手 丁虎是前后夹击 然而丁虎的力量是出奇的大 他紧紧抓住刺客的手臂 让这一刀没有扎进去 接着一脚将后面打手解决 然而使用擒拿翻肘 刺客见招拆招跳起 加入丁虎腹部将其摔倒 丁虎一个正蹬踹将其打退 刺客开始疯狂进攻 全部被丁虎躲过 丁虎抓住他的手腕扭到后背 趁机缴械 刺客一招旋风踢脱离束缚 两人比拼起了刀法 丁虎是军人出手 小刀也不在话下 丁虎找准机会 小缠繁琐风猴 崔宗献持刀上去解围 丁虎扭身肘步拦挡 借力捅了对方一刀 一脚将他踢飞 丁虎接着转身又给了刺客一刀 刺客这下当场死亡 崔宗献一看根本打不过 就要拿钱逃跑 然而俄罗斯黑手党的人找到了这里 毛子可是狠角色 一刀一个解决了所有的打手 本来他们去追崔宗献就可以了 他们非要去招惹丁虎 丁虎躲过了毛子的所有的攻击 毛子也懵了 中国大爷都这么猛吗 丁虎将椅子扔向毛子 趁他向前摔的时候 再给他重重来上一脚 毛子起身就要下劈 丁虎用单琴水要折腕 毛子赶紧侧翻过去 让丁虎没有成功 丁虎也认真了 琴臂将其狠狠摔了出去 毛子怒了 起身刺向前方 丁虎玩了一招游身术 接着反手捅死了对方 另一个毛子也冲了上来 这里老爷子已经很累了 俗话说老怕少壮 丁虎想要背摔 但没有对方力气大 丁虎也有其他办法 跳起利用下沉爆发完成背摔 这种爆发级别的背摔 比平常的背摔要更猛 丁虎已经打得很吃力了 为了快速解决对方 丁虎将身上绳子 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用力一拉一命呜呼 观众肯定好奇 这一拉就能杀死对方 大家仔细看 主要是绳子上的疙瘩 才达到了抹猴的效果 面对最后一个敌人 丁虎速战速决 单手按住对方的脖子 用出了背手锁 背手锁一旦成功极其难解 丁虎身体下沉 扶虎爆摔 一击毙命 丁虎筋疲力尽 还不忘去追崔宗献 然而崔宗献在逃跑的路上 被之前的小弟给杀了 小春花最后的线索也断了 丁虎要将崔宗献的犯罪证据交给警方 扮演队长的正是袁彪 没想到袁彪也都这么老了 结果录音笔什么内容都没有 丁虎老年痴呆症家具 当时忘了案 还好老天没有辜负这个老人 小春花并没有被黑帮抓走 而是去同学家玩了 丁虎终于不孤单了 《我的特工爷爷》由洪金宝指导 洪金宝 刘德华 冯家仪 麦家 石天 徐克 冯绍峰 彭于燕 胡军 朱雨晨 宋家 袁彪 袁华 袁秋等人主演的动作片 虽然电影的剧情一般 但打戏动作是真的精彩 洪金宝 袁彪 成龙都已经老了 他们很难亲自上阵了 那么你觉得还有哪个演员 能扛起功夫篇的重担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